一群自称自强高中的中二青年要找韩斯的麻烦 领头人富尔代在操场上疯狂的叫喊着 很快五个吊儿郎当的社会人就来到这里 错了 是五个万年流济生 其实 韩斯和富尔代主要的矛盾是 他们俩都想跑美女教师文文 随着女主角蹦蹦跳跳的来到现场 双方人马肯定干不起来 文文认为会打篮球的男生最帅了 所以 富尔代和韩斯等人将要展开一场篮球赛 镜头一转 一个妙龄女子迈着优雅的步子走进了一间教室 老师也没有责怪她迟到 直接让她回到了座位 这间教室可是了不得三三两两的吃着火锅 搂着妹子 那叫一个潇洒窃衣 这日子过得那叫一个舒服 原来这里就是韩斯为首的几个万年流济生的教师 而他们几个人也不是普通人 而是下凡到人间的七仙 这事还要从五百年前说起 有一个叫孟沙的妖怪 妖法高强 天庭派八仙 前去降服她 孟沙一妖自然不敌神通广大的八仙 孟沙被消灭后掉落了沙之心 其心下凡便是为了守护沙之心 防止孟沙复活 时间回到现在 篮球赛很快就开始了 双方都是一群从没打过篮球的小青年 长时间的角逐比分依旧是0比0 观众纷纷觉得没劲 离开了现场 到了下半场 篮球也不打了 直接选择肉搏 五千被打的白沫之流 韩瑟第一个归位 使用了一招乔丹看了会沉默 科比看了会流泪的逆天扣篮 完全忘了凡间不能随意使用仙法的规定 这时 一道雷电轰进了篮球馆 国舅被雷劈了 其余四仙急忙将她送进急诊室 国舅是救活了 可是却变成了植物人 神仙也能成植物人 这位导演脑洞还挺大的 此时孟沙已经复活 准备将八仙逐葛击破 找到她丢失的孟沙之心 第一个被下手的就是和仙姑 而蓝彩河和曹国舅关系最好 决定回到天庭 找雷公讨要解药 这时 已经化身成和仙姑的孟沙 将一个锦囊送给蓝彩河 蓝彩河没有多想就带到身上 韩瑟也没闲着 疯狂追求着文文 可是文文当晚就被孟沙控制 最后富尔代也被孟沙的妖气控制 而天公这边吕洞宾向二郎神 坦明真相 孟沙的煞之心并没有被封印 让七仙下凡只是为了引出孟沙 从而彻底消灭孟沙 之后两人便和仙女甜蜜的斗地主去了 完全没有想到自己的兄弟还在凡间受苦 这时 蓝彩河见到了雷公 向其讨要解药 并问为什么用雷匹国舅 这时 雷公掉落了一个相册 上面是店母和曹国舅的亲密照片 蓝彩河瞬间就懂了 戴帽子的男人法力无穷 他知道要不到解药后便准备走了 这时 店母把他拦住了 将解药交给了蓝彩河 看来雷公的不是帽子那是一片草原呢 国舅得到解药后就恢复了 可是 韩瑟却闹幺蛾子了 原本他被由孟沙变换成的蚊蚊给甩了 想不开正在要死要活的想要跳楼呢 三仙赶到并劝导他 如果你自杀 我们就轮流吹你的弟弟 这口味真重啊 韩湘子想想弟弟将来被别人吹 最终放弃了自杀 很快 毫无防备之心的七仙被孟沙先后抓到 幸好吕洞宾及时赶到将七仙救了出来 可是 因为少带了一张符咒而无法使用完整的捉腰阵法 法力大大减弱 没想到雷公还一直盯着反肩 当然 他只会盯着一个男人 那就是让他绿油油的国舅 孟沙跟着国舅一起倒霉 气急的孟沙用法力将其击飞了 谁知道国舅直接回到了天宫 还和雷公解除了误会 之后八仙顺理归位 将孟沙消灭后 还将孟沙的原形煞之心彻底销毁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本期故事选自仙班校园 好了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